江湖上流传着这么一句话 能打败东方大国一半陆军的 只可能是东方大国的另一半陆军 这句话虽然有点夸张 但一定程度上 说明了东方大国的陆军有多彪悍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在一次中俄对抗军演中 我军一个合成营 仅用了40分钟就全歼俄罗斯一个团 把俄罗斯国防部部长绍印 都看得目瞪口呆 目前我国一共有82个合成旅 分为轻型 中型 重型三大类 同时每个合成旅又分为合成营 火力营 防空营 侦察营 支援营 勤务保障营等 能够满足不同的作战需求 而在这82个合成旅当中 战斗力最强的 当属解放军200亿打造的重装合成旅 它到底有多厉害吗 毫不夸张地说 如果把它放在非洲 大概能够打穿整个非洲 即使是在欧洲 它也能够单挑一多半的国家 之所以能有这么强 首先就是先进的武器装备 一个重装合成旅 大约有112辆99的坦克 上百辆04部战车 18门05是155毫米自行榴弹炮 24门自行破流炮 9门122毫米模块化火箭炮 9辆红箭10重型反坦克导弹发射车 而机动防空力量包括 20辆左右的09是双管35毫米自行高炮 和红旗17防空导弹发射车 要知道99A坦克 作为我军最先进的主战坦克 具有火力猛 攻击好 防护强 信息化程度高的特点 它配备的是125毫米高压滑膛炮 搭配上我国国产的第三代脱鞘穿甲弹 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击碎700毫米的北约标准钢板 同时它有先进的惯性导航系统和数字化火控系统 可以实现高精度的打击和作战指挥 而红旗17防空导弹 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野战机动防空系统之一 具有响应速度快 越野能力强 打击精度高的特点 凭借其灵活的机动性和出色的雷达搜索能力 可以精确地攻击低空攻击机 直升机和导弹 是军队的核心防空装备 同时重装合成驴与传统编制军队相比 还拥有电子干扰与抗干扰 远程火力打击 抢夺制空权能力 使士兵作战能力显著增强 看到这里 我们已经能够大概知道 所谓重型合成驴 并非是单纯依靠规模优势取胜 而是将多个作战单位进行高效组合 也有很多人会说 我们解放军已经有几十年没打仗 即便装备在精良 也难以弥补实战经验的缺失 但其实我们每天都在进行高强度的实战训练 以及大量的计算机模拟演练 这些训练与实战几乎无异 完全可以说我们解放军 有能力击退一切来犯之敌